你有没有想过,自己与欣欣念念的那个他,在今年的缘分究竟还有多深呢?你们之间会有怎样的发展,赶紧一起来测测吧,暧昧终点已分手的人也可以测测,请先静下来先来,在心里想着对方的长相,然后直觉选出,下面,最有感觉的一张牌。 招呼规则,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,然后从下面牌中,平直觉选出最有感觉的一张牌,切记不可反复挑选,牌从左到右因此为A,B,C,D,塔罗牌的背面都是一样的,需要你通过自己的感觉指引选择,选,好,黄,下,拉,塔罗牌A,恋人,你们的人分非常深,你们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对。 不但彼此对待感情十分忠诚,也乐于为对方付出一切,仿佛是命运的相遇,一旦爱上了就难舍难分,但环境的阻碍与性格的问题,总是依在考验着你们的感情,为了坚定彼此的心意,才能牵手渡过难关,获得幸福哦! 哦!塔罗牌笔,宝剑骑士,情道深处,奈何以往,如果你想回头,恐怕也是不可能了呢! 你们消失就是一场生命里的完美邂逅,可能是一见钟情或者日久生情,可以说你们的缘分非常深,在你心里他有着跟亲人一样重的地位,他也非常爱你。 不舍得看你吃苦和伤心,无为不知的呵护着你,你想要跟他永远的幸福下去,塔罗牌显示课呢,你与他也有着前世的姻缘注定。 塔罗牌C,魔术师,你俩想要确定男女朋友关系,还需要一段时间,因为对方对你的好感,还只是停留在有打以上恋人未满的程度。 革命尚未成功,通知仍需努力,这段感情一开始可能比较辛苦。 不过,只要你情商不是太低,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,对方还是会被你的魅力所征服的。 塔罗牌比,皇帝,冲到这张牌的朋友,看来你们之间没什么缘分可言了。 虽然在之间的感情里,TA对你是非常好的,而且很爱很爱你,很照顾你,但是你可能做了什么,让他特别伤心的事,导致他跟你提出分手。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怀恋在一起的日子,只不过现在可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,而且相处得很好。 所以就算你想和他继续,TA也不会背叛他现在的对象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